因為自己叛逆的關係 我就是不想要低頭 不想要服輸 它是可以翻轉它的生命的 就不是只是一雙讓人家穿在腳上的襪子 我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讓它有新的生命 我叫林淑芳 出生於石町 製作沃娃已經有13年的時間 是因為要教導新移民媽媽 就是在台灣的生活新移民的課程 對 那因為時間久了 不知道該教他們做什麼 所以那時候自己才嘗試去找教材 然後才從教材裡面找到一本書 是教人家怎麼製作娃娃的 因為教學開始接觸娃娃 林淑芳怎樣也沒想到 就像是入坑一樣 沉浸在娃娃的世界當中 我從小到大其實都很喜歡手作的東西 那自己在人生的歷程中 也嘗試過很多的手作 可是就像很多人一樣 就是你喜歡上一個東西 你可能就會買一堆 就是會開始入坑買了一堆的用品 自己到了做娃娃之前 也發現自己就是會有一堆一堆的 手作的材料在那邊 可是接觸到襪子娃娃之後 你就覺得它是一個夢幻的王國 因為它就是一隻簡單的襪子 可是同樣的襪子 你就可以把它變化出不同的形狀 不管是因為剪裁 或是你塞棉花的多寡 其實稍微有一點點的變換 你就可以讓它產生不同的東西 所以這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所以我的第一支第二支是跟著樹上的真髮縫的 然後第三支才是完全靠自己的想法縫出來的 那縫完第三支之後 那時候就因為它的表情 被它的表情所迷惑 所以就是一縫就停不下來 就是那個感覺 看到它的感覺很像就是 你在看幾米繪本一樣 就是不需要很多的言語 可是你就可以很懂它 就是那個感覺就是觸動了自己 我第一支到第三支是一個晚上就完成的 對 我當天就是看著書上 看著書上的真髮 就縫了第一支跟第二支 然後第三支就接著 就接著用自己的想法縫出來的 所以其實就是在那個晚上 其實就是完成了 完成了那個就是 自己創作的第一支 所以自己後來在創作的過程中 你就會把很多生活上的琐事 然後跟心情 然後融入到Wawa裡面 然後就是用它的表情 或用它的動作去呈現出來 我希望Wawa是透過我的情感 然後賦予它生命 所以每個Wawa的表情 或是我想要呈現的是當下我的心情 所以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 我想要做一支很邪惡的惡魔 對 可是我不管怎麼做 它就是一支微笑的邪惡 就沒有辦法就是 做到真的是很邪惡那一方面 所以後來我覺得我想要Wawa帶給人家的 就是快樂的感覺 就是你看到它會是很開心的感覺 而不是看到它是會有那種不好的感覺 她笑說自己像是著樂迷 一縫就停不下來 而這下縫著縫著 她又有了新想法 那時候就每天不停地縫不停地縫 然後當數量越來越多的時候 身邊的朋友就會開始跟我搖Wawa 然後那時候我只是隨口跟他們說 就是當我破百的時候 就我在給你們 然後沒想到很快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我就破百了 然後我就該給的給 該送的送 可是產量還是一直增加 所以那時候我就回來老街跟我爸媽說 可不可以我回來開一家店 這我很怕我爸媽後悔 所以他們答應的同時呢 我就買了油漆回來 然後就用一天加上一個晚上的時間 就把那個老街的地方採繪好了 那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在採繪的時候 那左右鄰居都很好奇啊 就跑過來問我爸媽說 你女兒到底要開什麼店 然後我爸媽也跟他們一直處在下面 我也不曉得他要開什麼店 他只是說他要回來開店 戲的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時候我採繪完之後 我隔天就是請師父 把我們家的客廳的那個鐵窗拆掉 因為我想要把客廳隔出一小塊 當我的店面 然後把我們家廚房的窗戶拆掉 當成廚窗 然後那天師父來施工的時候 他把鐵窗拆下來 然後我媽媽就很緊張的跟師父說 那個鐵窗一定要留下來 可是你知道老街裡面就是 他沒有地方可以把那個東西 搬到我們家的樓底上去放 那我媽就要求師父說 你要從河邊 從河底 把鐵窗搬到河底 然後再從河底拉線 拉到三樓頂去放 那師父就跑過來跟我講說 可不可以不要做這麼危險的事情啊 然後結果我媽就說 如果你不把鐵窗留下來 萬一他哪天後悔了 那我的客廳不就開天窗 所以現在到目前為止 那個鐵窗還在我們家的三樓頂放置 在陳普的時定 開店不稀奇 但稀奇的是 居然要開瓦瓦的店 尤其在這個黑壓壓的不見天街裡頭 也剛好我們家就在那個百年石頭屋旁邊 所以我在那個地方就開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店 然後那時候就是為了吸引人家進去 幾乎就是把那個走廊彩繪得很繽紛 然後燈光用得很亮 所以遊客有時候走過去 他會覺得有種跨世紀的感覺 因為隔壁是很古老的 可是跳就是跨了一步之後 好像感覺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這個也是我想要帶給實定小孩的感覺 就我從小就很叛逆 然後做什麼事情都是三分鐘熱度 那一開始會在瓦瓦身上留下那個紀錄 就是編號 是為了證明就是想要記錄自己可以在這個瓦瓦的創作道路上 到底可以堅持多久 那後來開始回來開店之後 我就會帶瓦瓦去外拍 然後外拍之後再幫他做成出生證明書 那證明書上面我就會用瓦瓦在每個實定地拍的照片 去做他出生證明書上面的照片 然後會在證明書上面就是明顯的標註 它是出生地是台灣實定 就是希望有人透過這個瓦瓦 然後看到這個瓦瓦之後 注意到實定這個地方 然後進而想要了解實定這裡 所以我比較在意的是瓦瓦給客人第一眼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像以前在老街開店的時候 有時候小朋友過去他們會吵著爸媽說他們想要買瓦瓦 可是有時候小孩子他們只是為了想要而要 而不是真的喜歡 那其實那時候我不會 我反而會制止父母就是 不要讓他就是讓他跟小朋友溝通 就是不要一味的只是想要迎合小朋友 然後就讓他買瓦瓦 因為我希望就是瓦瓦跟主人是有互動的 在你看到他第一眼的時候 你覺得他跟你有所心理上的觸動的時候 你再把他帶回家 那有人因為瓦瓦來實定之後 就是我們只能隔著那個那一道窗戶 然後就是我站裡面他站外面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子聊 到這裡之後 我可以開始教他們手做瓦瓦 那他們也可以就是在閒聊的過程中 他們一邊製作瓦瓦然後一邊素養 那他們也可以去體會說 在製作瓦瓦的過程中的那個感覺 開瓦瓦店這件事情就是讓我解釋到很多四面八方的朋友 對那有一些朋友還滿有趣的就是 因為瓦瓦結識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那這十幾年的過程中呢 就是跟著瓦瓦一起成長 也跟著他的小孩一起成長 對那這故事就是要從我之前在老街裡面開店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對父母就是帶著小孩子到老街來遊玩 那他就不經意的經過我的店之後 他覺得還滿有趣的 所以他當時就買了一隻瓦瓦 那買了瓦瓦的同時 他也訂做一隻他女兒的瓦瓦 那記得那時候他女兒還在抱在懷中 然後還流著口水 然後就是很可愛的小baby的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按照他女兒當下的樣子 做了一隻瓦瓦給他 然後他帶著女兒來把瓦瓦接回家之後 就是交談過程中 他也開始認識實地 那我也開始了解他們 那我們就成為好朋友 那幾年之後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他的瓦瓦已經被他女兒就是已經 玩到頭髮亂七八糟了 他就說有沒有機會帶回來 就是幫他把瓦瓦的頭髮set到一下 那時候我就說好啊 那你就帶回來 結果他就帶著瓦瓦跟他的女兒一起回到實地 然後那時候女兒已經大概兩三歲 就已經變得更可愛 然後綁了兩個小辮子 就跟以前小時候的樣子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把瓦瓦的頭髮拆下來之後 就是把它封成他目前現在長大的樣子 結果他爸爸來接瓦瓦回家的時候 他就突然很驚艷 他就覺得哇 好像覺得不可思議 覺得瓦瓦好像是跟著小孩一起成長 那他就覺得說那也許瓦瓦有一天可以跟著他女兒一起出嫁的感覺 叛逆的在實定開店 叛逆的用瓦瓦讓更多人看見實定 林淑芳用她的叛逆要翻轉大家對實定的印象 其實我從小對實定的印象就是黑黑臭臭實實的 然後當自己長大再回來看到實定的時候 其實會用不同的感覺來欣賞實定 所以我為什麼會想要回來實定開店 也是因為想要翻轉別人對實定的印象 我就是不想要低頭不想要輔輸 我就是想要證明給他們看說 不一樣的東西在這裡 它也可以藉由自己的力量 就是也許可以有一點點自己的光 可是慢慢在這裡地方發光的時候 必定會有人會看見 我覺得我一直朝著目標前進 雖然速度不是很快 可是我覺得有一步一步的在影響別人對實定的感覺 像現在有很多人來我的店 他就說我在某個地方看到瓦瓦就會想到你 然後我在某個地方看到瓦瓦就會想到實定 協會92年就成立了 所以它其實已經有18年 那當時其實我本來不是協會的會員 因為我一開始也蠻就是排斥加入公共辦人協會的 因為我很就是很不能跟那個就是年長的人溝通 然後當時就是協會裡面大部分都是年長的長輩 對那為什麼會加入公共協會是因為前一任的理事長 因為我前一任是那個許家面線的人品理事長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他要出來當任理事長 所以我才想說那有年輕人進來那就一起進來試試看 所以那個時候才開始投就是 進入到實定光發展協會 對那為什麼那時候會接這個職位呢 其實那時候也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跟實定所有的店家的屬性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不會有利益上面的衝突 所以那時候才會一然決然的覺得說也許可以試試看 把娃娃當作開啟實定的那道光 擺脫了灰暗的印象 林書芳繼續朝著目標向前 接下了實定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的工作 遇到的困難其實一開始還蠻大的 因為自己是女神 然後你知道在鄉下地方其實女生說話本來就沒有分量 再加上自己的年紀都比她們小 所以其實一開始自己在做事情上面其實還蠻小心的 所以那時候很多事情都是從自身做起 我覺得很多事情你用嘴巴講不如用身體來做 那很多人也都是在觀望說你到底能做出些什麼 什麼樣的事情或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自己做然後慢慢的去影響身邊的人 然後讓他們看到你做的 然後也讓他們去感覺實定的變化 所以後來就是漸漸的有些人就會自動的就會靠過來 其實我覺得實定最大的優勢就是我們的天然的產物 就是我們有很好的空氣水跟環境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好的環境 其實也是因為實定大部分都是山破地保護區跟水源保護區 所以其實限制了我們很多的開發 那也因為這樣我們就是保留了很多就是自然的景觀 那我們利用這些自然的景觀就是我們不去破壞 我們就是加以保護然後讓遊客知道說 其實要保護一個這麼好的環境其實並不簡單 可是這件事情呢不是只有居民可以做 就是來的觀光客也要和我們一起做 所以每次遊客來的時候我都會跟他們 就是會帶他們到實定的河別 然後告訴他們說 你在台灣真的很難看到一條河裡房子這麼近 可是我們的魚可以這麼多 說起了實定的好 林淑芳的話語裡充滿了驕傲 過去她只是做娃娃 現在她來到了觀光第一線 親自帶起了導覽 它是一整塊大石頭 石頭是延伸到河床裡面的 那我們把這塊大石頭切一個L型 鑿出一個L型 然後這個L型上面去蓋房子 就實定的布地很小 所以如果有來到實定的人都知道 我們的房子都是沿著山坡跟河床蓋的 那我們的布地已經沒有辦法容量 就是大量的車子進來 然後甚至連遊覽車進來都會卡到我們的交通 所以當時我們在推小旅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把它設定在一個小眾的旅遊方式 就是帶小小的人 然後就是深度的來認識實定 那讓他們就是來實定之後去感受實定人平常的日常生活 對 那我也希望實定老街就是維持原來的這個樣子 就是不要因為有觀光客 然後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後去迎合這些觀光客 而是希望觀光客進到實定之後 可以跟著實定人 就是一起融入實定人在地生活 然後一起來維護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都不會有一個大量的地區 在實定這地方就是因為我們每個店家做的餐飲都是不一樣 就是找不到同樣的東西 那我們就希望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店就是特色維持住 對 那這樣其實也是變成實定的一個最具特色的地方 雖然很多人都說好像實定沒有一項東西是可以代表你們實定的食物 或是一個實定主推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主角 因為每個人的餐廳或是每個人的手桌或是每個人的食物都是一個特色 那我們希望用串聯的方式讓更多人知道說實定其實是一個大家庭 它不是一個個人的地方或是我們只主推一個個人的東西 我們推出去的就是一個實定商圈一個團體一個夥伴的東西 接下實定觀光發展協會的重責大任 林淑芳用夥伴關係突破觀光困境 除了發展小旅行 還首度在實定成立的達人所 讓實定有了可愛鮮明的元素 其實這達人所是協會很久很久以前的夢想 因為我們一直沒有一個旅遊服務中心 也沒有一個據點是可以讓我們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那其實透過去年我們就是跟公所一起提的地方創生的案子 然後就產下這個達人所 因為我們想把實定更美好的東西就是讓更多的遊客知道 所以也透過這樣子的方式我們就是介紹實定 哪個地方有什麼地方好玩什麼地方好吃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就是一個禮拜大概會有四到六場的定點 免費的定點 定時的導覽 然後讓遊客更了解實定的文化 歷史跟人文 那為什麼會用鱷魚呢 是因為近幾年我們實定的鱷魚島成了很多網紅的打卡點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很漂亮的景點 那很多人也會誤以為說鱷魚島是不是在坪林 因為大家的印象都覺得它好像是屬於坪林 因為它是在實定的另外一個山頭嘛 對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我們希望就是藉由鱷魚 因為它很容易讓人家一眼就看出它是什麼東西 對 那我們也是希望藉由鱷魚就是開始來做實定的代言人 對 然後讓人家知道說原來實定有個鱷魚島 原來鱷魚島是實定 那實定就是還有些什麼東西 它就是先引發它的興趣之後 它可能就會想要來了解實定 用可愛的鱷魚要讓民眾對實定產生鮮明的印象 就像是林書芳起初用娃娃帶領民眾看見實定 它也用過來人的經驗 希望青龍返鄉之後放慢腳步欣賞實定的好 不要心急 就是把自己當成一顆種子 然後回家鄉把自己種在這地方 然後從發芽開始 然後總有一天一定會開花結果 而且我希望他們可以做到的是 你的店不管是實定商圈這地方 我們想要的目標是就是一百萬個人 可以來一百次 而不是一百萬人只來一次 對 這才是一個永續的經營 然後才能夠讓實定就是細水長流 然後慢慢的讓大家看見 我覺得大家都要有一個共同的共識 就是一起來維護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堅持我們的想法 我覺得細水長流 才是一個地方發展永續的最好的方式 而不是一窩蜂大家一窩蜂的進來 然後把這地方破壞掉 那以後我們可能什麼都沒有留下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共識是 實定人目前唯一 就是大家一起想要朝的一個方向 而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極力推小旅行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不接就是龐大的遊客 對 那像就一般可能有時候有些旅行社 他們會自己就是帶著團 然後來走到南古道 然後來實定這地方消費 當然我們也很歡迎 可是就是希望這一大批人進來的同時呢 就是也可以跟我們一起愛護實定這地方 我讓我抱歉 每月開放舞台 女生會的一位 那座黑的律師 可以跟我們一起愛護這個 這麼多豐富的 我還沒辦法 所以我比較隨意 真的會不會不明白 我要謝謝 awhile 我現在才會不會不認識 我就是 Совет 我的後代或是未來在時定出身的人 對時定都是一個鮮明的感覺 不要像我小時候對時定的印象 我希望時定帶給人家的印象 讓人家想到時定 會覺得說時定就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有很好的空氣 很好的人 很好的水 很好的景 是一個適合想到就想去的地方 我們見到一個簡單的事 我喜歡你 請問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